如果抽水去解煉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代曉心 就知道說有時候是很現實 我們飲食是很現實 食品中含有很多 即使是四季之毒 我們食品中都有 好 下一張 這個是美國的統計 年紀越小的人他受的 接受的劑量是越高 像一至五歲 他可能是我們成人的四倍以上 所以如果有危害的話 小孩子危害最大 就代曉心 其實一般的毒性物質也都是一樣 好 下一張 好 那我就來問江署長 面臨到這麼複雜的代曉心 我們是要應該怎麼管理 報告委員 現在在國內的代曉心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專案管理計畫 已經執行了非常多年了 怎麼管才算是安全 其實代曉心它不是添加物 它是污染而來的 所以污染的管理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在國內呢 跟環保署跟農委會 一直都有在合作 監控這個代曉心 在國內的食品裡頭 要是有發現的話 立即做上游的那個射驗 那你這樣管怎麼確定它是安全 怎麼制定 安全的標準是怎麼制定出來的 怎麼你知道這麼管是安全的呢 你說你做了很多的監測 那你怎麼確定這樣管是安全的 是報告委員 在肉品的部分 因為它是油溶性的 所以我們有定那個限量的一個安全的標準 好 其實就是說我們食品中或多或少 無法避免都會含有有害的物質 像這種四季之類的代曉性 所以我們在管理食品 其實我們飲用水一樣 空氣也一樣 就是讓它 我們每天吃 管到我們每天吃 終身吃 對我們健康不會產生危害 這就是食品安全管理的準則 不是說我們不會吃到有毒的物質 是會的 但是它的量要很低 低到一個安全的標準 就剛剛署長講的一個限量標準 下一張 這個限量標準就是所謂安全攝取量 這個攝取量就是ADI跟TDI 這個ADI跟TDI是什麼算出來的 好 署長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們是根據我們國內國人的那個 攝取食物的安全標準鏈 不是TDI跟ADI 那個是MRL才是根據攝取量 ADI跟TDI是根據健康風險評估估出來的 好 我們下一張 好 怎麼計算這個ADI 這個安全攝取量 是根據健康風險評估去估算出來的 好 下一張 好 那這個制定 就是根據健康風險評估來 這個健康風險評估怎麼做 因為我在台灣大學 交的就是健康風險評估 健康風險分析 健康風險管理跟溝通等課程 我在國際風險分析研討會 每年大概我發票的文章是最多 大概七至八篇 今年大概會頒給我一個 Great Teacher Award的獎 健康風險評估根據當時最佳的科學證據 那根據國際上最新的評估方法 然後這個評估我們希望它是獨立客觀 然後這個評估的資訊是透明公開 那希望能夠民眾參與充分溝通 為什麼 希望民眾能夠信任這樣的評估資訊 那瞭解我們食品中 免不了會有毒性化化學物質 但它的量很低 在這個安全計量下是安全的 好 下一張 這個就是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多重要 當我們貿易國 跟我們之間管制標準 不一樣的時候 產生貿易糾紛的時候 根據國際上動質衛生檢疫協定 SPS 那當我們要管制的 比國際更嚴格的時候 那如果輸出國不認同 他可以去WTO告我們 因為我們是WTO的會員國 WTO做仲裁的時候 是根據科學證據 那我們剛剛講過 健康風險評估 是整合當時最佳的科學證據 所以WTO在仲裁的時候 就是根據健康風險評估報告書 所以當我們查過去 在WTO輸的國家 都是沒有提交健康風險評估報告書 所以風險評估最重要 那目前有人說 我們在國際貿易上 可以用抵抗權或是防疫權 防疫權的使用實際有兩個 第一個如果有科學證據 我們根據健康風險評估報告書 這個證據充分可以做 健康風險評估的時候 我們根據健康風險評估報告書來 萬一科學證據不夠 無法執行科學風險評估的時候 我們下一張 才可以根據預警原則 precautional principle 預警原則就是說 當我們科學證據不夠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一個風險評估的時候 我們可以採取預警原則 就是說 當我們科學證據 無法證明這個東西 對人體健康有害 像基改食物 目前科學證據上 沒有辦法證明它對健康有害 但是民眾很關心 所以歐盟首先說 好 那我用標示的方法 還有多少基改食物 我做標示 這個叫預警原則 但是如果廠商它有疑慮 它需要花錢來做研究 來證明它真的最健康沒有危害 好 下一張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在國際上 WHO也好 美國也好 提出這樣的架構 在民主社會裡頭 做任何的決策 資訊透明公開 在決策之前做充分的溝通 讓民眾參與是非常重要 這樣才民眾才能信任 接受你的決策 我想這樣的做法 是值得我們國家行政單位來參考 下一張 所以我真的很提議 我們國家未來成立 獨立的風險評估中心 因為過去八年來 我們把風險評估做得非常政治化 讓民眾無法信任 以專業的角度 我覺得非常可惜 接下來我們要重建民眾 對食品安全的信任感 一定要建立一個獨立客觀的風險評估中心 然後能夠執行獨立客觀的評估 進行有效的溝通 然後我們要建立食品安全的分析實驗室 對食品的受害者我們要照顧研究 那我們要做國際交流跟教育訓練 好 下一張 所以個人認為目前國內碰到很大的食品安全的問題 比如說上個禮拜五爆出來超級吸進的問題 那目前我們從農委會的資料發現 我們確實使用過多的抗生素 那九大列的抗生素裡面有四大列的抗藥性已經幾乎是百分之百了 但這樣的東西過去都沒有人去研究 它對人體健康有什麼危害 所以我建議食藥署衛福部未來應該對這些項目應該積極來探討 不然如果發生像美國有這種超級細菌 那對國人的健康影響會非常嚴重 接下來免分 免分裡面在國際上是允許用在飼料裡頭 免分從它的人體實驗、臨床實驗裡面證明 它對生殖危害是非常嚴重 目前農委會我們找他來討論、協調 目前這一兩年可能進口的棉博比較少 但是進口的豬肉、雞肉、牛肉等 其實應該有用這種含免分的飼料在餵食 所以可能進口肉會有免分 接下來我們大腸癌幾乎是我們癌症率發生率的第一名 在國際上我們發生率的第一名 所以建議我們應該針對大腸癌產生的原因 做食品安全的相關研究 目前去年底 國際衛生組織已經將紅肉歸類為OA的致癌物 這是什麼 因為紅肉高溫處理的時候 它就自動會產生所謂一環胺的物質 一環胺的物質 在目前從動物實驗上或是流病病上 證明一環胺的物質確實會導致大腸癌 這個都是值得我們研究 所以做這些研究才能夠來擬定策略 維護國人的健康 下一張 所以其實我們都知道食品安全很重要 它不只是國安的問題 也是人民的奢求 我想危機就是轉機 我們過去發生很多很多的食品安全事件 讓民眾對食品安全沒有信心 我們應該重慶信心 第一個真的我們來做一個評估的時候 我們要事先在還沒有決策之前 要進行溝通的工作 接下來我們資訊要透明公開 那引進國際上最專業的專家 來做這樣的評估 這樣取得民眾的信心 好 那我想這些都是很重要 我們也是真的是要改革 我們真的要做出來 讓民眾有感 能夠寫著信任的食品安全的政策 那未來我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下一張 這個就是散去清安 2008年發生散去清安事件的時候 2008年底 國際衛生組織在加拿大 召開一個專家會議 當時我知道是康兆舟教授代表出席 但是在這個會議中很快 根據動物時間的數據 做出一個管理標準 0.2mg per kg 也許我們不滿意 但是對動物時間的 他的動物時間的數據 事實上不確定性因素更大 比如說 在老鼠裡面 事實上是膀胱結石 但是人是腎臟結石 但是他制定了一個標準 比較寬鬆 下一張 個人在2010年 2011年發表的 風險評估的報告以後 WHO在當年就修改標準 所以我們科學證據要妥善應用 做好評估 唯有個人的健康 謝謝 謝謝吳委員的指教 好我們謝謝吳委員的咨詢 謝謝部長 接下來我們請王玉銘 王兆偉 謝謝主席 我想首先呢 本席這邊 除了代表個人 也代表中國國民黨 立院黨團 我要嚴厲的譴責 我們的國安會 秘書長吳釗憲 他所帶領的國安團隊 今天藐視未還委員會 在整個WHA的專案當中 媒體都說 國安會有涉入其中 但是國安會不敢面對 黑箱作業 只想當背後的淫武者 不敢接受立法院的監督 所以本席在這邊 也要代表中國國民黨 立院黨團 提出譴責 嚴厲的譴責 我們的國安會 蔡英文政府 不是一項標榜 要公開透明 不要黑箱嗎 那麼這次 WHA的會議已經開過了 沒有涉及到國安的議題 只有要不要公開資訊 公開透明的議題 為什麼國安會 不敢派員 出席我們的未還委員會 標榜 公開透明的政府 為什麼在這樣的事情上面 要黑箱作業 難不成 所有的責任 都要由林宙妍部長 一人扛起嗎 現在我要請我們林宙妍部長 上台 還有我們的外交部 既然國安會沒有來 你們這兩個部會 就只好面對 請林部長 請李次長 上台 謝謝 部長 媒體說 你五分鐘的演講內容 你只是讀稿機 背後 就是國安會 就是蔡英文總統 在操縱整個講稿的內容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媒體的報導 你有什麼樣的意見 整個五分鐘的講稿 真的是你一個人 可以定案的嗎 五分鐘的講稿內容 如果我們來回顧過去幾任部長 他們都可以提到台灣 蔡炳黃部長 他就在不久 他們去年參加的時候 用英文提了台灣兩次 最後還說出來 台灣加油 我們的邱文達部長 之前其實也都有提到台灣 多次提到台灣 在講稿裡面 為什麼 換成民進黨政府上台 您代表出席WHA的大會 台灣 提都不敢提 這件事情 真的是你做得了主的嗎 這會是你的意見嗎 因為你有說你很愛台灣 既然這麼愛台灣 為什麼在這樣的場合 有機會可以帶出來 過去都做得到的 為什麼民進黨政府就做不到了 就這麼的軟弱 這當中到底是誰下了指導期 要求你不可以講 不能講 有或沒有 請回答 報告委員 這個在全會的演講稿 是本人所朝你 那在會議進行當中 我們代表團 包括我們衛生部 還有包括外交部 我們每天召喚很多開會 依照這個會議進行的情況 來做修正 那我修正這個演講稿 其實我出稿是七分鐘 那因為 你的出稿沒有提到台灣 出稿都沒有 你為什麼一開始就沒有 你知不知道過去的部長 都有提到台灣 你知道或不知道 第一個 這個 Chinese Taipei是我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說你的講稿內容 為什麼你一開始 你剛剛說你的出稿 就不提台灣 是誰告訴你不要提台灣 這個沒有人告訴我了 我自己寫的時候 那你不知道過去的部長有提過嗎 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有看過以前那個 你有看過你應該知道 你過去還擔任過政務次長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對 不過我們這個 那為什麼過去的部長有提 你不提呢 這個是 這是你一個人要扛下這樣的責任嗎 這個 還是有誰施壓給你 這個是 這邊是國會電塔 你真的一個人要扛起這樣所有 你要揹這個黑鍋嗎 你們不是說你們有好幾套劇本在演練 你是跟誰沙盤推 你一個人在沙盤推演啊 怎麼可能 我們每天代表團早晚都有開會 出發前到底有沒有定調 出發前沒有 出發前有一些我們經過 有沒有跟國安會的人討論過 有 我們有討論過 但是沒有討論到這個 國安會的人有討論過對不對 這個會開會啦 有開會嘛 有沒有下指導期 這個稿子的部分呢 國安會是沒有看過啦 我們沒有 稿子沒有看過 有跟國安會開過 國安會下了什麼樣的指導 他有沒有要求你什麼 要求你什麼可以講 什麼不可以講 沒有特別 這個部分是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 因為我們 所以你自己就進行決定了 過去部長都可以提台灣 你就是不提 可是我們這一次是在沒有一中的框架之下 第一個就是我5月9號回航 部長回答我的問題 我現在在問你的是說 台灣為什麼過去的部長都可以提 在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連續7年我們參加 我們的部長 一樣是中華台北的名義啊 我在問的是說 在你的講稿裡面過去 都會事實巧妙的 我們把台灣帶出來 讓世界更多人 可以看見台灣 雖然我們都知道 用中華台北的名義 我們覺得有點委屈 那是不得不 但是在講稿的內容 我們的確可以把台灣帶出來 過去可以 你本家問的是為什麼這一切不行 報告委員 今年跟以前不一樣 是今年我的抗議行也好 我的這個5月9號的回航 都是表達沒有一中原則的框架之下 我們反對這個抗議這個 你講真的跟講台灣有什麼衝突呢 沒有衝突啊 跟帶出台灣沒有衝突啊 本席不希望你一個人 想要把這所有的責任扛下來 你剛剛說出發前 蔡英文總統有沒有見過你 沒有 沒有 不是曾經有媒體說 有這樣子的答案嗎 就是說你們有溝通過嗎 沒有 那國安會有跟你開過會 有 所以他下了什麼樣子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他們有來啦 沒有特別知道 國安會的確有參與嘛 所以本席還是要譴責國安會嘛 你這個會議其實有參與 但是今天要求你來現場說明 你本人不說明 你通常推給一個林總委員部長 那他扛起所有的責任 這樣像話嗎 報告委員 那個稿子 這樣對嗎 稿子國安會真的是沒有看過啦 那這樣子林總委員部長 你就要道歉啊 你為什麼不請台灣 如果你一個人想扛的話 你現在就道歉 那個報告委員 現在就道歉 為你不敢說出台灣這兩個字 現在就道歉 這一次我們參加呢 第一個就是以國家最高的利益 對我們的 既然你一個人想要扛下所有的責任 那你必須道歉 因為很多的國人不能接受 為什麼過去我們一樣中華台北 我們可以提台灣 而換到你就不行 如果是你要扛起所有的責任 本席要求你 你現在就應該要道歉 報告委員這一次我們 這就是軟弱嘛 為什麼台灣提都不敢提 我們的原則就是專業務實跟有貢獻 專業務實過去不專業務實嗎 專業務實 過去沒有專業務實嗎 過去馬政府所有的東西通通都做到了 台灣也提到了 為什麼今天換成民進黨政府 一再的退讓 在這個部分的退讓 要不要為這樣的軟弱跟退讓道歉 提都不敢提 過去的部長都有提啊 這個數字清清楚楚在這邊啊 大家看啊 蔣秉皇部長 邱文達部長 以前是你的長官 他們都提了 你沒有 你沒有做到 這是一種退讓 這也是一種軟弱 要不要為這件事情道歉 明年如果你再去參加再去出席 要不要說 要不要 報告 報告尾 我們應當的改變方式 用有貢獻 過去馬政府的方式不好嗎 過去的方式有不好嗎 一樣參加了 要完成的都完成了 接下來我還要讓你看 過去可以達到雙邊會談 在邱文達部長的時候58場 在蔣秉皇部長的時候53場 到這一屆的時候 結交敗退 我有59場 有59場 今年 在你們報告裡面寫幾場 為什麼你現在口頭報告跟書面報告不一樣 這個報告還沒會議還沒結束 會議是在 那你們的報告提供給委員會的 為什麼不是這個數字 你們才40幾場的數字啊 我們報告是上個禮拜五寫 可能會議還繼續進行 到最後是59場 本席要強調的就是 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 口口聲聲說 他們很愛台灣 但是在這麼重要的國際場合 過去馬政府做得到的事情 換到民進黨政府 做不到 做不到還說這樣的表現很好 那如果這樣的表現很好 過去馬政府包括葉金川署長 他去出席的時候 到底大家在罵什麼 說中華台北是上權辱國 現在的蔡英文 他就說我們這次中華台北 就沒有矮化國格 過去是上權辱國 現在沒有矮化國格 這麼嚴重的雙重標準 完全就是在政治操作 過去馬政府有做得不好嗎 歷任的這一些部長的表現 有不好嗎 我們能夠參加 那是在被罵什麼 我們能夠參加 第一個就是從1999年 而2009開始參加之前 我們很多民間的宣導就開始做 這個都是在馬政府時代的突破 然後連這次的報名 報名邀請函也是給蔡炳黃部長 蔡炳黃部長呢 他才幫你把帳號密碼給你 讓這次可以順利成行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民進黨政府 沒有一句的感謝 而且都還在嘲諷 嘲諷過去的馬政府的時政 這個是完全非常不客觀的事情 所以本席今天要提出來的就是 在這件事情上 國安會今天不列席 剛剛部長已經承認 開會前 開會 國安會有來開會 既然有開會有參與 為什麼不敢面對立法院 這件事情 應該要被譴責 未來我們希望WHA 我們還是要參與 我們希望在這樣子的國際場合 用中華台北出席之外 在你的講稿 過去馬政府都做得到的 可以提到台灣的 民進黨政府 不要這麼的軟弱 這麼的退讓 連提都不敢提 這個是讓國人會覺得非常失望的 我們希望新政府上任 市政當然要比前朝政府來得更好啊 但是沒有 並沒有 這是一種退步 所以我們希望 林部長 你在你這個位置上面 真的要全力以赴啊 你要超越你們之前的這幾位部長啊 這次沒有提到台灣啊 國人其實都不能諒解 都不能諒解 當然你今天選擇 你想要一肩扛起 你不把其他的部會牽扯進來 但是我要說 你扛不起 你扛不起 這樣所有的政治壓力 都會排山倒海 是射向你一個人 而且這也不是事實 媒體的評論都已經講了 基本上 那五分鐘的講稿 你是在前面的讀稿機 後面有淫污者 這些淫污者必須要現身 以上 好 謝謝王委員 謝謝部長 好 接下來我們請 蔣安安安若委員資訊 主席各位委員 是不是可以請林部長 是不是可以請林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剛剛部長您也提到了啊 這個您的講稿 其實國安會有參與討論 沒有 講稿沒有 講稿沒有 這個部會 參與的部會 都能夠到委員會來 接受備詢 告訴國人 這件事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 為什麼 從邀請安開始 加了2758號決議 一中的框架 最後我們決定去 而去了之後 為什麼在我們演講稿裡面 部長 知智未提台灣 最後 我們在 這個會議過程 跟這麼多國家雙邊會談 為什麼這一次 今年 我們卻沒有辦法跟 中國大陸有雙邊會談 甚至 部長 您在 這個會議場合巧遇 他們 對岸的代表 這部分 有沒有公開這個曝光 相關的照片有沒有曝光 請教部長 好 跟大陸的李兵李主任 會面的是很自然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拍照 沒有 隨行的同仁有沒有拍照 因為我 有沒有拍照請教 部長 只有我們兩個人 在走廊上 部長請回答 誠實回答 您的助理 或相關的這個同仁 在跟李兵巧遇的時候 有沒有拍照 沒有 確定沒有 好 所以我想 部長啊 所以剛剛 談到的 整件事情的始末 相關部會 今天來的 獨缺國安會 我想這次本席 還是要再一次的嚴厲譴責 國安會 藐視國會 不願意面對所有的國人的質疑 這一點 非常的堅定 必須予以譴責 這一次參與世衛 這個大會 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是部長您個人 您個人在會中的表現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是您身為部長 代表國家 參與這個大會 相較於往年 整體的外交 的表現 如何 所以這兩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請教部長 您對於自己今天 這一次 在世衛大會的表現 您給自己打幾分 這個分數呢 應當留給國人來打 那您對於您代表國家 這次 從一開始 接受2755號 一框架構的邀請函 到整個參與的過程 您既沒有公開抗議 也沒有 跟對岸達成這個雙邊會來 演講稿裡面 支持會提台灣 您代表國家 在這樣出席的 這樣的場合 您對於整體的表現 跟過往比起來 您打幾分 其實這一次啦 我們是在 您覺得有及格嗎 沒有一宗框架之下參加 就我的回函 還有我的抗議書裡面 抗議書的內容 主要兩個就是 沒有一宗框架 第二個就是我們 也對於 我們太晚收到這個邀請函 我們提出我們的抗議 部長 依我個人的觀察 雖然我沒有 這個到現場去喔 但是我對您 個人的表現喔 當然 您的專業 而且您謹言盛行喔 差強人意 但是身為衛福部長 您代表國家去 我覺得 您既沒有提出公開抗議 也沒有在您的 演講稿裡面提出台灣 我覺得 整體表現 是不及格的 所以部長 尤其在這一次參與 社會大會 重頭戲 就是您的五分鐘的演講 可是您在這演講稿裡面 我想 裡面很多的專業 您提到了 台灣的這個 過往幾年的一些 很好的一些做法 但是 相較於前幾任部長 國人非常關注的 你卻沒有提到台灣 更嚴重的荒謬的地方 是您提到 23 million of citizens of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的公民 這是 極其荒謬的事情 我相信 部長 承受了壓力 我想請教部長 這個壓力是從哪裡來 是從WHA 還是從中國大陸 還是來自於民黨內部 還是我們蔡英文總統 給您的壓力 讓您在通編的講稿裡面 沒有提到台灣 甚至出現很嚴重的錯誤 中華台北的公民 部長 壓力從哪裡來 這個是我們代表團 每天早上晚上都會開會 我們一直 依會議進行的情況 來做修正 所以 部長 剛剛您提到 講稿的出稿是您拟的 可是後來的修正 是有很多單位參與嗎 我們代表團會都每天會開 所以是國安會叫你 提中華台北 為什麼沒有提到台灣 稿子沒有送給國安會 好那是誰 部長是您決定 我決定啦 但是我們都是大家一起討論出來 部長您真的要一肩扛下來嗎 您扛得起嗎 國人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今天 有人走在路上會說 我是中華台北公民嗎 部長您會這樣說嗎 部長請問 你會告訴國人說 您是中華台北的公民嗎 會不會 部長請回答 會還是不會 部長請回答 部長您不會嘛 那為什麼在國際的場合 您竟然告訴國際的有人說 2300萬 2300萬中華台北的公民 部長您真的要扛下來嗎 我再問一次 我們是不是承受了壓力 而這個壓力從哪裡來 部長請回答 部長很遺憾啊 您不敢回答 所以這一次的邀請函 我們加了2758號決議 一中框架 很明顯 這不是民進黨政府所能接受的 但是部長 為什麼 我們到了國際的場合 在世衛大會 沒有公開的抗議 為什麼 部長 抗議我們 我們抗議是在23號中午 就向這個WGO的這個 法律顧問提出 也是在他的辦公室裡面提出 遞交抗議性嗎 對 為什麼只敢遞交抗議性 為什麼不敢在您的座位上面 放一個under protest的一個抗議 為什麼不敢 這難道是民進黨政府 願意接受的框架嗎 部長 是還是不是 這是新政府願意接受的這個框架嗎 部長 這個框架我一開始 在5月9號的回信 還有遞交的抗議行 裡面都很清楚 不接受一中框架 之下來參與 那為什麼在現場沒有抗議 為什麼不敢公開抗議 放一個under protest牌子也可以啊 為什麼要偷偷摸摸的遞交抗議性 國人看不到啊 抗議性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部長 有公開嗎 有沒有公開 國人看不到啊 您講是抗議性 我們國人不知道內容寫的是什麼啊 部長 這個每一年 以前的部長也都有抗議性啦 也都有抗議性 部長我覺得 您面對國會喔 一定要誠實回答 面對艱難的問題 你也要扛起來啊 國人有權利知道這整個事情的始末 國人擔心的是 這一次 我們面對種種的刁難 我們自己刻意矮化 演講稿裡面不提台灣 喔 是不是為了 交換明年能夠還是順利受邀 參加WHA 還是有利益交換說明年可以跟對岸 進行雙邊會談 國人擔心的是這個啊 我們不願意把我們自己的國歌 當作利益交換的籌碼 部長 您了解國人的期待嗎 您這次去 您知道國人對您期待非常高 您也知道國人對您期待的是什麼 可是您表現出來的 您代表國家去參加WHA 不僅不及格啊 我覺得這個分數是 慘不忍睹啊 部長 我對您個人的表現 我沒有疑問 您的專業 您的整個演講的內容 可是 對於 您承受不知道哪裡來的壓力 不敢提台灣這一點 部長 我覺得 對於新政府的表現非常失望 最後 部長請教 這一次的 參與世衛大會的模式啊 是不是未來 會成為我們 以後參加WHA的 一個既定的模式 我個人覺得 應當沒有這個WHA模式 沒有啊 所以如果未來碰到這樣的情形 邀請函還是2758號 或者是未來部長 明年參加WHA 如果您還是代表國家參與的話 您在你的演講稿裡面 會不會提到台灣 我個人啦 如果明年還參加的話 我想 應當會很謹慎的使用 會還是不會 應當會 會 好 我們就期待部長 好 明年 如果您還有機會參與世衛大會的話 一定要 符合國人的期待 我覺得這一次喔 蔡英文總統 對您一回國 給您很多讚許 也說了 關關難過 關關過 可是 本席認為啊 是關關難過 關關退讓啊 我覺得我們新政府啊 不要再這樣子 自我矮化 我希望部長 您個人應該以你的專業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堅定我們 國人的這個期待 堅定我們的立場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蔣灣委員的資訊 接下來我們請洪慈雍委員進行資訊 主席我們請林部長 好 請林部長 部長好 部長好 很辛苦齁 好 今天喔 大家都在討論 這個WHA的問題啦 那 以時代力量的立場喔 其實針對於說 這一次部長喔 在WHA的這個演講當中 沒有講出 台灣這兩個字喔 那只講出了中華台北 其實 時代力量 之前已經講我們是蠻遺憾的啦 然後 其實也是蠻令人失望的喔 但這是就是論事啦喔 即使台灣 現在大家 呃 大家的人民喔 其實大家都期待 就是我們是 能夠 真的用台灣這兩個字來代表 我們全台灣的人民喔 所以 這件事情喔 我這邊還是代表時代力量喔 再重申一次 其實我們針對這件事情還是 呃 表示遺憾喔 但是呢 其實也是要肯定啦 這次衛福部 也是有努力啦 就是要就是去除 這個一中的一個政治框架喔 這部分我還是給你肯定啦喔 但是喔 其實我覺得這次 開會 今天開會開到現在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啦 剛剛 呃 這個蔣瑋瑜有問你說 你為這次的出行喔 打幾分喔 那你就要交給人民來打啦 但是呢 我覺得 呃 這次喔 雖然這個 沒有講出這個 台灣這兩個字 我們當然是不是很滿意 但是呢 您這次呢 這個策略喔 如果這是一個策略喔 讓中國國民黨喔 開始捍衛台灣的主權喔 那我真的是要給你肯定啦 因為 很難得啦 我們現在中國國民黨 會這麼的 在乎台灣這兩個字啦 然後願意跟 喔 民進黨跟時代力量站在一起喔 這其實我是 如果是 這個策略的話 我覺得其實還蠻 蠻贊同你的啦 好 那今天這個政治議題喔 我想說 呃 已經前面討論了很多 那 這 全台灣人 關心的議題 也不是只有這一個啦 那所以我今天要回到一些 我們比較民生相關的一個議題 來跟您就叫喔 今天喔 在你們的這個報告裡面喔 在28頁裡面 有提到這個社工的問題啊 那上個禮拜 部長我不知道 因為你回來已經是禮拜五的時間喔 那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就是 呃 上禮拜在一個 呃 台中市議員喔 他批評說社工像死人一樣喔 像僵屍一樣喔 這個議題 不知道部長 你有沒有聽說 我有看到 但是 呃 沒有很仔細的看 好 那這個議題喔 呃 其實 他是在質詢的時候喔 針對這個社工的問題 去質詢這個 呃 台中市的社會局長喔 那他當然就是 他用了這個 比較不適當的一個 呃 言語喔 來 來指責這個社工喔 那當然是 很多的一個民眾 都 覺得不是非常妥事啦喔 那 不只民眾喔 其實呃 台中市長也是 針對這樣子發出了一些聲明喔 來支持社工啦 那您是呃 衛福部長嗎 也是是個社工的大家長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喔 您針對這件事情 您的態度 是怎樣 我們希望用理性溝通 來取代這個暴力 OK 好 那因為喔 其實我們看到這件事情之後 衛福部喔 只發了一個很溫和的一個 新聞稿 就跟你講的一樣喔 我們呼籲尊重 社會工作專業 好 那理性溝通取代 言語暴力啦 但是我 我是覺得這一篇的這個新聞稿 有一點太過於溫和了啦 因為其實社工人員其實在現在的工作上面 他是扮演了一個非常非常吃重的一個角色喔 那這邊我要問一下喔 呃 部長你知不知道就是 蔡總統的這個就職演說的 五大承擔的第二項 是什麼 好來部長我跟妳講 是強化社會安全網 好 那強化社會安全網的話 其實社工就是我們這個戰鬥部 這個部隊的第一線人員 然後那你知不知道說 我們現在社工人員的這個人力的一個問題 其實非常嚴重喔 其實非常嚴重喔 一位社工喔 他服務多少的人 部長你覺得是 呃比較適當的 欸這個部分 我會請這個理事長來回答嗎 好來 理事長 呃委員好 呃謝謝委員對我們社工人員的一些關切跟垂詢喔 我想在確實社工人力的問題喔 一直是以來我們一直的努力的一個方向喔 那在呃最近我們事實上為了增加這個社工能力 有一個社工能力配置的禁用 這樣一個計畫 那我們當時考量的一個比例是 以一比五千左右這樣的人口服務人口來做你一定 嘿 好 所以你們的目標是一比五千 那現在的現在的狀況是 呃目前是呃我們從一百年開始喔 到現在一百零五年 從過去一比一萬四千多現在已經降到七千多人 那我們還在努力當中 好 那你說的一比五千這樣的數字 來 那個部長你覺得合理嗎 就適合嗎 還可以再努力 好 那我跟部長說喔 歐美日等先進的國家喔 他是一位社工大概是服務四百到五百的這個民眾喔 所以如果你用台灣喔你要到五千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讓人家覺得有點害怕啦 我是很害怕如果是用這樣的方式喔 這個社會安全網喔 他到底能不能補上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啦喔 那就以這一次台中市的一個案例喔 台中市的一個案例喔 每一位社工喔 他所要服務的人口是九千八百八十九人 好 那他其實是台北市的二點一倍 那我要講的是喔 台中市他是六都 他是直轄市 但是他的人力就這麼吃緊了 那我們可以想見其他的縣市喔 他的一個這個社工人力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喔 那針對這個人力的問題喔 除了剛剛在報告裡面講到 104年的這個人力禁用計畫之外喔 接下來你們還會做什麼樣的努力 謝謝委員 我想目前喔 我們除了用社工人力禁用配置計畫 這是有它的意義喔 一方面除了增加人力之外喔 過去早期我們第一線的社工幾乎都是月聘社工 而要展現整個服務這樣的一個公權力 其實納入編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第一個怎麼樣去增加這樣的社工人力 除了我們現在社工人力禁用配置計畫的努力之外喔 那在整個階段性任務尚未完成之間 當然還要持續的努力 那我們現在也會用我們的工彩或者工預算 用計畫型的來補充這樣的人力 那第二個也會去檢視整個一個社工人力的一個合理的配置 那加強整個社工訓練跟配力它 對 好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喔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蠻重視的一件事情喔 那我也知道說其實社福在整體支出來講是蠻龐大的喔 那過去可能都是比較多的預算會是用在津貼的補助上面喔 但是我其實這今年這個之前我們的這個委員會其實已經有很多的討論喔 那我其實很多委員都表示說 這個社工人力不足的問題喔 希望就是下一個年度喔 這一個年度啦 就是我們下半年在編預算的時候喔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社工對我們非常的重要 請把人力跟預算提出來 我們希望好好的把這個漏洞補起來喔 那這是我在再次提醒我們衛福部的一件事情喔 那再來我想要問一下林部長喔 其實我們之前討論過很多次這個醫生納入勞基法這個問題 然後那部長你之前也有說要四年喔 那經過這段時間喔 您這邊有沒有新的想法 針對這個年限 對這個我是提到四年把住院醫師納入啦 但是如果只納入住院醫師沒有把這個 受病就是主治醫師納入的話 這個年輕的主治醫師會非常累 而且會離開醫院 所以我們急重難症可能沒有辦法照顧 所以其實最好的還是一起進入 那所以我5月520交接當天呢 就成立了這個委員會啦 就是這個醫師勞動條件的促進的這個委員會 那下面三個組一個就是勞動法規的組 一個就是人力組 第三個就是醫療政策組 希望這些都是有非常大勞來協助這個 不管不只是醫師 受固醫師全部納入這個勞基法 我在WCO的演講特別提到這一點 那所以時程 部長你有就是心裡面有調整過嗎 越早越好 但是這個如果整個 這個要配合整個醫療的改革 如果醫療沒有跟得上這個腳步的話 所以台灣的醫療是一個災害 所以要同步來進行 好因為是這樣喔 部長當然是如果說整體的一個規劃 當然你認為說要有一些時間我也可以理解 那當然也有一些團體他認為說 如果我們用勞基法的88-1條 去透過勞資的一個協議 來縮短這個時程 那你覺得可行嗎 這個 這個先決條件本來就是勞基法 84條之一的責任制一定要進來 那所以這個公司是可以做協商的 但是如果只是一部分的醫生進來 我現在的想法還是最好是一起進來 那一起進來就把剛才的配套一起做好 再一併進來 好那部長謝謝 那因為下禮拜就會舉辦公聽會了 那我希望說到時候公聽會各方的意見 請衛福部一定要來做一個參考 那最後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之前講部長 我們前部長他有支持說護病比入法 那您的態度是 護病比入法是一個 事實上最重要的 現在已經幾天在做了 護病比跟健保的起伏做連動 那目前已經在做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個連動 這個比例要擴大了 因為現在只有很少的比例進去我想效果不髒 我一直支持這個 改善這個我們護理的勞動條件 好來部長我要跟你講的說 現在是憑建有在做了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是希望就是他能夠入法 然後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之前審查預算的時候已經 我這邊有提過一個阻絕議案 那也希望說就是衛福部要提出一個完整的一個報告 那裡面要就是建議 要有數字跟具體的建議 那這部分也請部長多加關心 能夠盡快的提出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洪慈庸委員 主席在這邊再宣告一下 我剛剛有宣告過12點了 我們就休息 所以等黃秀芳委員諮詢完之後 我們就休息 接下來我們請楊耀委員進行諮詢 謝謝主席 主席我請一下林部長 好請林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本席對於你秉持著專業務實有貢獻的基本態度 出席國際會議 WHA是非常的認同 而且感佩的 因為其實不管做任何事情 專業跟務實其實才是最重要的前提 那會議的結果我們希望對全球有貢獻 也希望對台灣有貢獻 部長大概也認為我們出席WHA在追求台灣人民與全球 全球各國有相同的醫療人權為目標 是不是 好那是的話 國際會議 歸國際會議 我們還是要探討一下 國內的醫療人權 到底到底 平不平等 公不公平 因為我常在這個委員會講 台灣各項資源的分配都非常的不平均 以醫療資源最為嚴重 離島偏鄉的醫療資源相對於大都會區長期有著很大的落差 本席在這邊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大概有 我們有做出一些努力有一些成果 可是成果跟離島偏鄉居民的期待落差還是很大 所以本席大概今天借這個業務報告的機會 跟部長還是探討一些離島偏鄉的醫療問題 特別因為我本身來自澎湖 所以我大概會以澎湖為例 那我相信所有的問題 不只是澎湖有 一定是離島偏鄉的問題是共通的 好那我們以澎湖為例來做個探討 部長你在擔任市長的任期內 其實也對澎湖的醫療做了很多的努力 這個本席在這邊敬表感謝 可是我們說醫療資源分配不均 我們先從公費生講起 國家培育了很多公費生 因為現在離島偏鄉的醫師人力嚴重不足 可是我們公費生的分配 卻有的時候會分配到私人的醫院 部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國家的資源培育出來的公費生 應該要以優先填補 填補 離島偏鄉為第一優先 那我們現在是離島偏鄉還沒有補足 就已經把它把它拿去放在私人醫院 公費生當然是離島偏鄉為主 我不知道委員提的那個私人醫院是 應該也是在離島偏鄉的私人醫院才對 才能夠放到那個名單裡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我的資料有沒有全部 可是我認為還是要以離島偏鄉的公立醫院為第一優先 像我以澎湖為例 澎湖有住人的島嶼就有14個 有的地區有的時候還會有衛生所主任欠缺的情況 這種情況之下 你把公費生拿去私人醫院 我本席認為這個優先順序有問題 這個你們回去做一下檢討 好不好 第二個大問題我們檢討一下 醫學中心支援離島偏鄉的醫療 我們在102年 102年開始 澎湖地區 就有跟所有的偏鄉離島都一樣 就有醫學中心支援 支援這一些醫療比較平級的地方 醫療的一個機制 那以澎湖這幾年 這幾年實施下來 其實我們花的經費不少 人力投入的也不少 可是我們並沒有受到預期的效果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做轉整率的調查 轉整率應當是有 就是說實施醫學中心支援之前 之前 到現在 轉整率降低了多少 有嗎 有 澎湖是減少10% 金門減少13% 減少10% 減少13% 就表示 就表示 成效並沒有很好 成效沒有很好 成效沒有很好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資源醫生 留在離島偏鄉的時間不足 不足以時間的長度 不足以建立很完整的醫病信賴關係 對不對 對 所有的 所有要 轉整有一個部分 事實上是不需要轉整的 他是 他是源自對醫生的不信任 所以他才轉整 那這個問題 部長你認為有什麼辦法解決 現在到醫學中心支援 澎湖應該是高雄長庚跟齊美醫院 還有三軍總醫院 對他自己有婚院 那這個主要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心臟的 尤其心導管 第二個就是癌症化療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都做得非常好 對 那委員當然提到的 因為醫病的信賴關係 就是要時間真的是要停留久一點 對 我們也努力往這個方向 因為醫學中心 他的人力 尤其很多醫學中心 人力也是有點吃緊 我們也想辦法 時間太短 不只沒有辦法建立 醫病的信賴關係 而且醫生去支援的態度 也不會很好 因為他過課的心態太濃 所以他對於病患的態度 種種也不會很好 好不好 這個還是 對 因為今天今天是衛福部第一次來 所以 所以本席大概把把所有的大問題 先 先 先點出來 那你們 你們 逐一 做檢討 好 剛剛 剛剛部長有提到化療中心 我們 澎湖 澎湖醫院的 新勞管室跟化療中心 確實 確實 對於澎湖的 居民來講 是一大福音 可是 可是只有化療中心不夠 我們現在 希望能夠在澎湖 除了化療照護中心以外 也設置 電療的設備 這個 會很困難嗎 簡單回答一下 委員報告 化療中心 你非常關心 非常謝謝委員支持 我們從啟用到現在 已經有 有100個 癌症的病人 那做化療 那新勞管 我們也是有140個 接受我們 我剛剛講過 這兩個設施的建置 對於澎湖人來講 是一大福音 那現在委員關心的那個電療 當然我們電療 也是在我們 一個是我們的 放射 這個治療這一塊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在澎湖醫院能夠繼續 來做這方面的 你們一年內把它建置完成 是我們會把他需要的人力 還有他需要的一些資源 我們再跟澎湖醫院這邊來做一個協調 你們一年內把它建置完成 謝謝 部長 除了醫療以外 澎湖 澎湖因為 因為 就業機會少 所以 老人的人口比例非常高 我們一直在談 然後又因為澎湖是一個聚落型的社會 所以 所以 老人關懷據點 的建置 跟設備的充實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澎湖現在 有26個關懷據點 我們能不能 能不能有別於台灣 台灣本島的設置標準 在這2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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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的關懷據點裡面 把他的娛樂 運動 甚至復健設施 把它 建置完成 部長 部長我講一個 我講一個 我講一個例子 澎湖每一個關懷據點 利用的人數 大概都會 100個左右 在都會區設立一個台北市 設立一個關懷據點 利用的人 可能只有20個 所以假如說 以這個角度來看 大家設置的經費 跟必須要有的標準 是一樣的 對澎湖來講 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 這個問題 事實上 之前前任蔣部長 是曾經有答應過 那因為政黨輪替 所以我也知道 林部長長期對於澎湖 非常的 非常的 照顧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能夠 能夠把 把這個計畫 在短時間之內 先把它完成 先把它完成 包括 包括以後復健設施 進駐 進駐 關懷據點以後 復健施的設置 跟巡迴服務 這個都 一併討論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不好 這個是我的理念 就是社府 跟醫療 在後段要做結合 對 這包括復健 對 謝謝部長 也希望部長回去 把本席今天講的這幾個 這幾個案 列管一下 那我們定期做討論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好 我們謝謝楊耀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黃秀芳委員進行質詢 謝謝主席 我們請林部長 好 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先針對我們的 這個行政團隊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能參加我們的世界衛生大會 那在大會當中也提到台灣對整個醫療的貢獻 那我們在這邊 當然就是說 人民會有更高的期待 那也希望說我們衛福部將來大家一起努力 能夠將我們的醫療能夠做得更好 讓世界看得見 那這個部長我針對幾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夏天到了 那整個暑假也快到了 那現在目前就是登革熱腸病毒 還有資卡病毒 資卡病毒在最近這幾天也有發現 高雄市有一對夫婦 那他出國 那回來可能有疑似感染資卡病毒 那這個是我們大家所關心的 因為如果防疫做得不好的話 未來我們台灣可能成為資卡病毒的疫區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你們衛福部這邊怎麼做 好 關於今年腸病毒的流行 本來我們預期是比現在更嚴重了 可是現在還是在上升當中 可能到六月才會高峰 不過今年有一點比較幸運的就是 它流行的是克殺劑病毒 並不是腸病毒七十一型 就是重症的那一型 所以這一點是今年比較欣慰的 但是還是要持續看疫情的變化 還不敢完全掉以輕心 第二個就是不管資卡病毒 登革熱病毒 它的病源一樣 都是埃及班紋跟白線班紋都是一樣 那這個在我們南部地區還是都存在 北部也有白線班紋 不過傳染率還是比較低 所以它這個兩個的這個方向是一樣 就是清除這個資生源是最重要 不過對於資卡病毒 它同時因為它對於垂直傳染 就是它孕婦得到的話 是會傳染給這個小孩 它會得到小腦急行症 那這個是特別的嚴重 那這個是特別的嚴重 所以一方面我們清楚 這聲明還是一樣最重要 那登革熱今年 另外加上後段醫療 我們今年就是把這個 所謂快篩 就NS1的快篩 全面滑放 給所有的診所也可以使用 其實早一點可以抓到這個病例 來進入醫療體系 那我請我們的部長 就是在前政府 馬政府的時代 讓大家詬病的 就是說橫向的溝通不足 那我們希望說衛福部這邊 能夠跟各部會 甚至地方政府 針對登革熱腸病毒 還有未來可能發生了 資卡病毒的這個防疫的工作 我希望說你們橫向的聯繫 也要做得充分一點 那另外就是說 我想請教就是說 因為部長也是 兒科醫師出身的嘛 那兒科醫療的問題 我相信說我們部長 應該是非常的清楚 兒科現在目前 整個健康照護的困境 那部長因為你長時間都在 這方面也是你的專業 那我們希望說 針對這幾個部分